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叫做demarkate 叫做什么呢 叫做划分界线 其实这个词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因为首先大家看下这个词 读完之后呢demarkate 表示的是划分界线 马上看前后这就能看清楚了 咱们上了这么长时间的课了 大家对于这个前后这 基本上已经有个概念了 那么这个词 大家在记得时候 记中间这一块就行了 你看这词中间部分 你一读你就知道来自于谁 你看看它 看读音 看拼写 看它的意思 markmark就是谁 就是来自于mark 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词 就来自于mark这个单词 这里面是ck发生一个通甲 第一期是取得是一个加强 就是做记号 这个第一期是取得就是一个加强 你把它想成 你把它想成向下也可以 就是在定下界线 定下界线叫做划分 划分界线叫demarkate 就来自于mark这个单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下面还派上了 哪些其他的单词 那么让我们看第一个单词 叫做emaculat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叫做emaculate emaculate这个单词 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spotless spotless叫什么呢 叫做无瑕的 spot叫做点嘛 spot l-e-s-s spot 没有这个意思啊 l-e-s-s spotless spotless表示叫做无瑕的 捷径的 这个词也是一样 表示无瑕捷径的 首先你看前后坠 还是比较明显 前坠还是谁 im 后坠还是谁 ate 这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但这个前坠到底取什么意思 你就看中间部分就完了 mark变成了谁呢 mc emaculate 变成了mac 变成了这样的一部分 因为它也发原因 r和r都是一个音 c和k发一个音 那这个im 这个词既然叫无瑕的 这个词根叫做记号 对不对 它叫做记号的意思 那这里边它强调是指否定 没有 没有一点瑕疵 你说你买了一块玉回家 你发现上面没有一点瑕疵 完美无瑕 是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immaculate immaculate 读一读 immaculate 那么叫做无瑕的 那么如果把谁挡住呢 如果把这个im挡住的话 那么maculate 基本是时有瑕疵 它的形容词就是maculated 就是我们知道有瑕疵的 maculated 所以这两个词都是来自于mark 大家放到一块来去读一读 一个叫demarked 在下面画条线 做个记号 叫划分界限 第二个词叫做immaculate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个这个 无瑕干净的 等于spotless 等于spotless 那么在托福考试当中 还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flow flow这个单词表什么呢 也表示第一次叫做瑕疵缺点 把这几个词放到一块 那么叫什么呢 叫做flawless 也表示这个意思 flawless 也表示我们所说叫做 无瑕的 这个准确无瑕的都可以 没有瑕疵 很完美的感觉 完美的无瑕的 叫做flawless 就flaw名词叫做有瑕疵 那么l-e-s 是否定的写生错误 spotless 也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 最后一个就是这几个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几个词 到底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demur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demur叫什么 叫提出意义反对抗议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 这个be against somebody 想到这个意思 叫做反对 protest 都可以 叫做抗议反对 这个词呢 算是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单词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跟谁放到一块儿是G呢 他跟这个词放到一块儿是G 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demur 大家注意这两词 就差一个E字母 看一下 一个叫做demur 一个叫做demur demur和demur 那么下面这个单词呢 是形容词 把它两个放到一块 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形容词 下面这个形容词表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 表实的意思 形容女人叫什么 叫做端庄的 叫做端庄的 你看有一些这个主持人 央视的主持人 看起来很大气 端庄 demur 第二个呢 还可以形容人叫什么呢 叫做严肃的 serious 表示严肃的 严肃的 那么这两词怎么去记它呢 这两词就差一笔 那么这个词上面 为什么有一个叫做反对抗议的感觉 它其实是由严肃 这个形容词的 一直拍张出来的 人表示一个严肃态度的一个行动 非常严肃的去做一个事情 表示提出意义 严肃的抗议 严肃的抗议 哪个是严肃呢 带意义的 意义你可以把它想像一个眼睛 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 带眼睛的 一个人瞪大眼睛 表示的意思叫做 叫做严肃 上面这个词表示的意思 动词叫做抗议 那么这个demur 还可以表示叫矜持的 或者叫做端庄 故作矜持 端庄的 端庄的 那么这里面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 m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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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叫做mature mature表示什么 咱们都学过 这是一个高中词汇叫做成熟的 这个第一它其实在此处 其实是一个加强的一个行动 你看使之成熟 它把这个t给去掉了 相当于demature demur demature 它把这个t 这个轻肃音在造词的给去掉了 然后压缩起来了 把这个词给 所以说 一个人成熟之后 体现出的一个气质 就是端庄的demature 你感受感受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demur demature 把这个t给去掉了 叫做很端庄 女人成熟了之后 变得端庄 不再装可爱了 第二个呢 男人成熟之后 变得很严肃 这个叫做demure 上面这个词呢 它的动词形式 排成出这个动词 严肃的抗意 把这两个放到一块 放到一块来去记 那下面我们来看 这样的一组词 作为同一词来讲 还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decry 把这几个词呢 放到下面一块 记在一块 decry describe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deprecate 还有最后一个叫做depreciate 好 我们把这几个词 放到一块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叫做decry 第二个叫做describe 第三个叫做deprecate 下一个词叫做depreciate 好 来看第一个单词 叫做decry decry这个单词表什么呢 表示意思也叫做 抗议谴责 抗议反对谴责 都可以抗议谴责的意思 这个词的比较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它就来自于谁呢 前句非常明确 就是第一嘛 到底取什么意思 你看个cry 这叫cry有什么意思 就叫喊 所以说 为什么叫做抗议谴责呢 这个第一必然取的就是加强 就使劲喊呗 你看看 当你反对一个事情的时候 抗议一个事情的时候 肯定是大声喊 我们反对 你不能说很小声的 默默的在那 心里默默的反对 那等于没说 所以这要知道 第一是一个加强decry 加强喊 这是表示抗议反对 加了一个 加了个s之后 这两次就差一 非常像 下面这个词呢 是一个比较难一点的词 这是在这个gre和sat当时 才出现了 所以把它放到一块 咱们给大家提前说一下 discry 这单词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意思叫做 to catch sight of something to see to look at something or somebody in the distance 叫什么呢 叫做远远看到 远远看见 在远处看到 在遥远的地方 远处看见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 discry discry 这个词 它俩这个 长得很像 但是没有血缘关系 要看清楚 这个词通过谁去记它呢 通过它去记 你读三遍读 discry discry 它其实就是它的前半截 你看是不是 就是谁 describe 发现了吗 就是describe的前半部分 咱们就知道 这个词叫做描述的意思 那么描述之前 有一个动作 要先看见 因为咱们经常说 你来以后描述一下 这饭子饭子长什么样 你说没见 没看见 这要知道 这就是它的前半部分 描述之前 你要先看见 描述前面先看见 这叫通过读音取记 describe describe 你这俩放到一起 因为它俩的意思 没有什么任何联系 所以不太好备 你一定要通过它去记 下一个单词叫做 deprecate和depreciate 这两个词 一个叫做deprecate 一个叫做depreciate 我们先记下边这个词 这两个词 大家对照去记 就差一笔 就差一个i 看到了吗 一个有i 一个没i 下面有i的 有我的就叫什么呢 叫做贬值 降值或叫贬低 因为咱们学过appreciate 大家把appreciate写在旁边 appreciate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欣赏的意思 或者我们叫增值 产品价值的增值 那么depreciate表示贬值 东西的贬值 或者表示贬低 贬低 看不上一个人 这个叫做depreciate somebody 而上面这单词 注意它的读音 它读成deprecate 它俩词源也是不同 不同的 上面这单词也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抗议谴责 抗议谴责的意思 这是同一词 所以大家注意三个词同一 哪三个词呢 一个没眼睛呢 表示抗议 严肃的抗议 严肃的 成熟的人很严肃 严肃的抗议 下面这词呢 叫大声喊是抗议 decry 还有这个词也是同一词 叫做deprecate 这俩放到一块准备 抗议贬值 抗议贬值 反对贬值 这样去记写 一句话写在旁边 反对贬值 反对贬值 有我的 有我的是贬值 appreciate depreciate 上面就是抗议 大声喊呢 远远看见 注意啊 描述前面这个词 describe 好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说了 把这几个词放到一块 都比较难啊 这几个词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denunciation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denunciation这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谴责的意思 让大家看一下 叫做谴责 咱们以前学过最最简单的谴责呢 叫做 比如说像高中里面就会已经出现的一些单词 比如说blame b-l-a-m-e 比如说还有criticize 批评这个词 跟他都可以归为进一词 放到一块 但这词是名词 后来我们又学了 像四六集里面又学了一个词 叫做scold 斥责 训斥这个词 s-c-o-l-d 都是来自于 这个这样 都是表示这样的一层含义 都是跟谴责批评有一些关系 denunciation这个单词呢 咱们在以前肯定应该学过另外一个形式 叫做 叫做跟他同根的一个词 叫做发音 发音怎么说 叫做pronunciation 是不是就把前缀换成谁 P-R-O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 pronunciation的动词形式是pronounce 那么denunciation它的动词就是谁呢 就是denounce 它的动词形式就是denounce denounce表什么呢 叫做批评谴责的意思 但注意看一下它的英文解释 它一般都想到什么样的谴责呢 叫做to criticize to blame somebody in public openly 他想到这个意思 to criticize somebody or something openly in public 公开的谴责 公开的批评 这个时候叫denounce 为什么常常是公开的感觉 因为这个词大家就通过谁去记 就通过announce去记 announce咱们都知道就是表示公开宣布嘛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嘛 宣布一个事情 跟nounce是同源的 那么这第一在此的时候 它取的不能是加强 加强宣布好像看不出否定的意思 它其实取的是negative 宣布了一些消极的东西 宣布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这个叫做谴责 公开谴责 叫做公开谴责 跟它同源 咱们来看一下 下面还有哪两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renounce 这是我们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的一个词 renounce 还有一个叫做enunciate 大家放到一块去看 那么这个nounce作为词根来讲 就是表示的意思叫做to claim 就是表示宣布宣称 其实还是跟说话有一些关系 还是跟说有一些联系 nounce就是表示claim这个意思 好了第一个咱们来看一下denounce 就是第一表示不好 所以宣布不好 这是谴责 第二个renounce叫什么 我说这个词是哪两个字的压缩板 再次回忆一下 宣布干嘛呀 退休 retire 还叫我放弃权力 retire and announce 我说不干了 宣布放弃一个事情 放弃权力和放弃信仰 叫做renounce 下一个词叫做enunciate enunciate这个单词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你看nounce呢 表示什么 表示的意思叫做 看看看一下 nounce这个词呢 它也表示的要做说的意思 这个词根变了一下 ou变成了eu 但是它是同源的一样的 这是往哪说呢 你看前后最 很明显 enunciate 记住往外说 说出来 记住我的解释 说出来说出来 就是翻译成说出来 什么叫说出来 就是阐明 所以你就把它翻译成说出来就可以了 基本这个意思没有差太远 叫做阐明的意思 叫做阐明的意思 illuminate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了个单词 叫做 之前提过的词 比如说像 elaborate 都是 对不对 elaborate又表示阐明的意思 还有这illuminate 那么第二个意思 还可以表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 第一天讲的这个词 大家还记得吗 叫rtq late 我还记得让我这词 让你跟谁放在块去记 articulate 让你跟谁去放在块去记 是不是article 文章 动作叫什么来着 叫做清楚的表达 写文章要清楚的表达 article article 望同学再来一遍 article article 就是说出来 叫做阐明 就是说出 就阐明 或者表示的意思 叫做 这个这个这个 清楚的表达 清楚的说出 上面这个单词呢 叫什么叫做 宣布退休 是放弃权力 宣布不好的是谴责 谴责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做一些补充 咱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谴责 咱们在北美考试当中 做一些补充 第一个单词 咱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 reprove 第二个词 reproach 第三个词 叫做 reprehend 第四个词 叫做 reprimond 最后一个 叫做rebuk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几个单词 re这样几个词 都是跟什么有关 它都是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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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谴责有一些关系 看开头 为什么把它放到一块 因为它都是re开头 而且这几个词 全是同一词 全表示谴责 继承一个意思就可以了 都表示谴责 那么这个词 既然叫做反对谴责 既然叫反对谴责的意思 它翻译反对也行 反对谴责 反对一个人的事情 谴责一个事情都可以 总是一个负向情感的动词 都是极无动词 都是极无动词 那么 这里个re 它肯定取的都是哪个意思 它取的都是aguest 它其实取的都是相反 它其实取的都是一个相反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词怎么去记 大家主动点就记后面了 re有个谴责系列 反对系列 谴责系列 第一个就prove 它是来自prove prove叫什么 是不是要证明 所以你看这叫做举反证 这个记录有一个解释 就是不证明举反证 叫做反对谴责 叫做反对谴责 下一个词呢 叫做reproach 它通过prove去记住 举反证 反对谴责 第二个呢 这通过谁去记住呢 通过approach reproach咱们都学过 是不是叫做 动词是不是叫接近啊 对不对 你看接近 re还是取协反向 不接近 离你远点 跟你是背道而驰的 这也是反对谴责 你看这不接近也是谴责 下一个词叫做reproach 这通过谁去记住呢 通过comprehe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咱们都已经学过 叫什么呢 叫做理解 所以其实是理解 这个re选择是反对这种理解 还是反对谴责 反对这种理解 反对谴责 据说不证明 不接近 不理解 全是谴责 下一个叫做reprimound reprimound 必然他来自谁 mount这个词 表示命令的意思 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command去记 记住不服从命令 pri就之前嘛 你要想反对这个人的命令 还是反对谴责 还是反对谴责 reprimound 最后一个词rebuke rebuke就通过去一个联想去记了 rebuke怎么去记呢 为什么他也叫反对谴责呢 说绝对不能这样做 反对你这样做 这叫什么呢 通过拼音去拼 不误不 可可 这样去想想 不可以 是吧 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也是反对谴责 所以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不证明 不接近 不理解 reprimound 想想这个谴责 反对系列 反对证明 举反正 不接近 相反 与你背道而是不接近 也是反对谴责 下一个 反对这样的理解 还是反对谴责 下一个词呢 叫做reprimound 还是谴责 谴责这样的一个命令 背离 这样一个原始的命令 那么下一个词呢 叫做什么呢 叫rebuke 不可以也是谴责 好 那么大家把这几个谴责 放到一块 记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词就结束了 不说了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叫做deport deport这个单词表什么呢 我们说叫做驱逐 大家看一下 叫做驱逐 那么驱逐这个单词 或者第一个意思 叫行为举止 都可以 有两层含义在里面 那么他都注意一下 他对应的名词不太一样 如果是名词 看看啊 举止对应的名词叫什么呢 叫做deportment 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 注意他表示的是行为举止的意思 但驱逐对应的名词 形式叫什么呢 叫做deportation deportment 它对应的一个动词 就是deportation deportation 所以说这两个名词 需要大家重新背一下 它动词有两个 但它对应的名词是不一样的 这个词的第二个意思比较好 这个驱逐这样的一个意思 为什么叫驱逐呢 大家会发现 port叫什么呢 咱们在以前学过 是不是叫港口 咱们学过进口出口 大家应该学过这两次 import export 大家不要忘记 第一我说过有一个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个off的意思 回忆一下第一的四个意思 off除去远离嘛 第二个向下 对不对 decline向下 第三个加强 第四个表示的意思 叫做消极否定 所以这就是指远离港口 给你从港口清除些 这个叫做驱逐 如果说port作为次根来讲的话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to carry 表示to carry 咱们在以前学过 比较简单的词 就刚才说了 除了进口出口以外 还学过运输 运输怎么说 叫transport 对不对 你看从这边给你搬到这边 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叫做运输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个词跟下面 还有哪几个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portable 下一个词叫做desport 把这两词补论在下面就可以了 记住远离港口 离开港口 驱逐行为 驱逐这样一个行为 两个意思 驱逐行为举止嘛 deportment 好了看 这第一个单词叫做portable portable这个单词呢 是一个形容词 able叫什么 叫能 可以怎么怎么样呢 可以carry的 可携带的 便携的 这词根比较直接了 造词的时候 就能怎么怎么样 能携带的 便携的 可携带的 但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词千不要跟他搞混 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portable 这两个词千不要混淆 这两个词千不要混淆了 portable表什么意思呢 你看able是能 但这个 这俩词就差一 它俩词源是不同的 就长得有点像 一个读成portable portable all这个音 第二个呢 叫读成哪个音 读成all portable portable表什么呢 叫做drinkable 也是形容词drinkable 写上它的同义词就可以了 叫做可饮用的 这个通过谁去 就通过胡去记音 下面pot是胡嘛 锅嘛 想想能用胡装水的 能喝 可饮用能喝的 好下一个单词呢 d-sport 这个单词表什么呢 叫做吸吸 雀跃 吸吸雀跃的意思 d-sport d-sport 就是你读完三遍 读三遍 d-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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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记谁 记这一块 注意 d-sport 其实这个单词 它就是sport 这个词的一个拳鞋 sport叫运动 运动嘛 对不对 咱们都应该知道 这个运动 是从谁开始的 运动比赛 是从谁开始 从吸吸玩耍开始的 你看刚开始玩耍 最后分组玩耍 最后进行了一个竞赛 变成了一项体育活动 这个叫做d-sport sport 记住啊 体育运动 运动和吸吸 这俩是一组的 叫d-sport 吸吸的意思 它是sport的一个前身 上面这个单词呢 叫什么呢 叫做 能携带便携的 像我们说 portable computer 就是我们所说的laptop 对不对 叫做笔记本电脑 那么好了 这一组词 结束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 看下面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 叫做destitution 大家看下这个单词 叫destitution destitution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 穷困缺乏贫穷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穷困贫穷没钱 第二个叫做缺乏的意思 缺乏咱们之前 给大家讲过一些单词 比如说 derst 大家还有印象吗 物以稀为贵 derst 还有什么呢 叫做乞丐缺乏吧 还记得吗 palsity poverty pooper 还记得吗 那个词吗 p-a-u-c-i-t-y 还讲过哪个单词呢 我还讲过一个单词 叫做 这个缺乏的词 deficiency 对不对 充足的不足的 deficiency 还有个叫做 刀把少块肉吧 scarce scarce scarcity 回忆回忆这样几个单词 皮特兄的词当 在很早以前就学过一个 可能名词来讲 就学过一个词 叫做poverty 那么这个单词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表示贫穷 穷困的意思 它里面出现了一个词根 就在这儿了 stitute stitute stitute作为词根来讲的话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to stand 跟什么有关呢 跟站立有关 表示站立的意思 stitute表示的意思是站立的意思 跟站立有关 我说过 以后看到st 记住啊 以后看到st 这个字母组合 一律都把它想成站立 一律都把它想成站立的感觉 一律都把它想成站立的感觉 所以说这里面 你看大家看一下 这个词根下面 第一个就是它的形容词 叫做destitute 第二个叫做prostitute 第三个叫做restitute 我们在以前学过一些 比较简单的词 就没给大家写 以前学过哪个词呢 这后面全是stitute的 咱们在以前基础词汇当中学过 四级当中有些什么样的词 四千词汇当中有 像组成叫什么呢 constitute 名词叫宪法嘛 constitution 对不对 还学过代替叫substitute 对不对 代替 还学过咱们说叫学院 对不对 mit的t 讲一讲 那个叫institute 对不对 institute 动词表示创建的意思 那么一共这样几个 之前学过三个 那么下面还有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词 为什么第一个词叫贫穷的 是形容词 第一其实取的就是下面 站在最底层的 你看这个社会当中这么大 站在社会最基层的 最底层的人 这样的人都是穷人 好像确实是 全世界奢侈品 大部分都被中国人买走 但是中国一平均下来 穷人还是比较多的 还是比较多的 叫destitute 站在最底层的 贫穷的 下一个词叫做prostitute prostitute 这站在前面的 这叫什么呢 叫做妓女 叫做妓女的意思 那可能咱们电影当中也看过 一些古装戏当中 演到一些青楼的 这个场景的时候 一些女子站在前面 然后站在前面 让你去挑选的 叫妓女 当然这里面我们重点要记得 是它的名词形式 叫prostitution T-I-O-N结尾 prostitution就是我们所谓的 卖淫 卖淫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叫做prostitution 下一个词叫做restitute restitute restitute你看这往哪站呢 re取的是back 回来站回来 回到身边站回来的感觉 等于return 叫做偿还 偿还归还 偿还归还的意思 叫restitute restitute 一共这样三个stitute 大家看一下 stitute的一共是六个词 咱们在之前学过三个应该 那其他那三个不写了 第一个就是destitute 心说这个 站在最底层的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一定要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每次背单词的时候 要去讲它 不是背字母组合 是去讲这个单词 就是站完这个课之后 你自己大概能成为 这半个词汇老师 这就可以了 这单词基本上 就会背的差不多 你就背完之后 听完这个课之后 你单词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前后追 还是没有一点印象 那还是没背下来 站在最底层的穷人 站在前面 以凡是妓女 想想让你挑选的 下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站在最底层的 叫做站回来的 叫什么呢 叫回到身边站回来 叫做昌恒归还 好 那么这里边这个 这个stitute就不说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词 跟就是谁呢 就是sist sist呢 其实跟stitute 都是来自于加利的 一个变形 一个排声 都是表示加利的意思 sist的下面的大部分词 我们都学过 只有一个词可能没学过 你看咱们在以前 学过各种sist 比如说有什么什么组成 叫做consist of 对不对 协助帮助叫assist 坚持 insist on persist in 我们说抵制抵抗 叫resist re sist resist 那么我们这里边 重点讲了 其实还有存在 exist 对不对 这里边我们可能没有讲过的 就是这一个 叫做subsist 可能大家没有学过的 就是这样一个词 subsist的表现什么意思呢 注意这一通过词组续记的 同样是一个动词 subsist on fish means live on fish 叫什么呢 叫靠什么什么维活 靠什么什么生存 你看站在这个鱼的下面 这鱼要死了就得死了 这叫做靠什么什么生存 靠什么什么过活 subsist on等于live on 不要写汉语 写上它的阴影解释 等于live on 好了 那么这个词 词跟下面的派生词 就基本都讲完了 那么这里边 我最后还要说一下 就是什么呢 说一下表示贫穷的词 看一下啊 我说一下 跟贫穷有关的一些词 好 那么这里边 我们在托付当中 头号的重点词 这一线也是 北美考试都考的 像gresat当中都考到的 叫做impoverish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painery 第三个词 叫做indigent 大家把这几个词 放到一块去看一下 一个动词 一个名词 一个形容词 这几个词呢 作为重点放到一块 第一个词叫做impoverish 是这三个词当中 最好记的一个单词 最好记的一个单词 你看你看啊 那么因为它中间 很明显 它中间就是来自于谁 前后最现在还是那句话 咱们在这个讲了十多小时之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基本上已经能看懂了 前最就是一个加强 中间就是来自于poverty 就看中间部分 这就是一个加强 是穷吗 是贫穷 是赤贫 有些词书中把它翻成叫 是赤贫 同学不知道不知道 什么叫赤贫 就是have no money no food and nowhere to live 什么都没有 这样的一个动作 叫是赤贫 那么impoverish 这个单词呢 注意它的形容词变化 加个ed就完了 比如说贫穷的地区 叫impoverished region impoverished area 都可以 那么如果是名词的话呢 贫穷 加ment来造 impoverishment impoverishment 好下一个单词叫做painery painery就是名词 叫做贫穷的意思 这个词呢 为什么叫做贫穷 读三遍读painery painery painery这个单词呢 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这个词去记 就是penny penny叫什么呢 叫一便是一分钱嘛 咱们所说的 对不对 一便是就冲得剩下一分钱 还是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记住就是很穷 叫做penny painery penny 最后一个词最难记 但这个词也是比较爱考的一个词 读一读叫indigent 它的名词呢 就是ce结尾 indigence 就是ce结尾了 这个词不太好记 就是因为这个词 没有童源展开的排成词 变化比较大 dig呢 这翻开字典上 它解释 词跟字典上解释 它表示价值 它是来自DEC的变体 DEC 咱们学过装饰 怎么说 decorate 所以它的一个变体 就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叫贫穷 不值钱嘛 叫贫穷 所以但这个词上去记呢 不太好背 你就把它中间想成挖坑 你看看 把中间想成挖的感觉 indigent 深入去把你钱全挖没 掏穷 你看有些人骗钱的 这个被包的一些人 就是骗你钱 把你钱花没了 把你一try 是这种感觉 不再深入去挖 把你钱挖没 挖穷 贫穷的 中间就把它想成DEC就完了 因为这通过词根是不好记的 不好记的 这不同的词根去记 叫做indigent 中间抓住DEC 挖穷 上面这色呢 穷的剩下一分钱 最后一分钱 也会给你挖出来 挖穷 DEC indigent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最上面这个单词 最上面这个单词叫做impoverished 这个是最常用的 动词是贫穷 站在社会的最底层 想想站在最下面的 也是贫穷吃贫 好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不说了 大家回忆一下 打断一下 有一个词叫富裕 最开始A字幕给大家讲过 我说富裕的充沛的流动 流动资金 很多流动的钱 叫做affluent 流动这个词根还记得不 flu这个词 affluent